近日,位于重庆两江国际影视城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该馆以重庆图书馆的前身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为原型打造,通过复刻历史为民众普及抗战文化。 据了解,该馆占地面积于1100平方米,即展览和阅读为一体,作为重庆图书馆设立在两江国际影视城的分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藏2000余册图书,以民国历史、抗战大后方和重庆地方文化书籍为主。 同时,馆内海报和橱窗陈列物则集中展示原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的历史。 这么一个图书馆的分馆,那么它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这个文旅融合的需要,那么到这个景区来的游客,它能够看到民国时候作为重庆文化地标之一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在这儿的一个再现,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现在全民阅读,倡导全民阅读的这么一个需要。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是中国大后方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原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于1947年5月为纪念已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而筹涉,至1947年底,图书馆累计接待阅读人数近18万人。 这个馆设呢,就是利用抗战时候,瑞迁的中央图书馆在市区的馆子,也就是两路口,我们原来重庆图书馆老馆的那个地址,就利用那个馆设来设立了,在47年设立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 那么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开馆之后,当时的读者也是很多的,这个解放之后,那么这个图书馆就变成了国立西南人民图书馆。 在这座复刻的图书馆中,记者注意到,展示墙上展出了原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成立之初,全体同仁合影,以及原馆珍藏的古籍文献等,其中包括明曼丽课本,华阳国志12卷,明嘉靖28年课本,后汉书90卷,以及原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与美国各图书馆的交换图书。 我们在这里,你看收集的这些,除了这个中国抗战大后方,这一系列的这个书籍,那么这一套是一共是一百本,这个里面的很多文献,都是我们重庆图书馆馆的文献的在线,在版,或者利用当时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的馆藏的文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和再著作